紫龍老師我們馬上來進行一個恐怖的心理測驗 大家測一下呢 我在哪一方面就要脫胎換骨囉 好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就是有一個人從你面前走過來 他身穿企鵝的衣服 請問他要做什麼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想要請你填問卷 B的選項是想要賣東西給你 C的選項是耍寶鬥人開心 D的選項是接頭藝人 直覺來選你覺得這個企鵝要做什麼呢 好 每個人都選好了 我們看一下未來就是我在哪一方面就要脫胎換骨囉 好 選擇A選項呢 現場有金淳姐跟Julie選到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脫胎換骨指數是60分 在哪一方面呢就是人際關係大躍進 然後個性態度有個大的轉變 未來呢你會發現自己在人際關係上面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因為你懂得轉變自己的想法 改變自己的態度 對於很多事情懂得圓融了 也給別人一些空間 不一定要強迫別人去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或是想要去控制別人 你都漸漸懂得給別人一些想法 或是給自己一些轉圜的餘地 不要立即的把這個情緒啦 或是說自己的想法傾泄而出 會給人發表意見的空間 你會給別人講話的機會了 所以你會發現人際關係 通常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改變 大家都開始覺得你轉變了 好像變了一個人了 所以你的人際關係也變得更好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選擇B選項 想要賣東西給你的 現場有愛麗絲老師選到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脫胎換骨指數是80分 在哪一方面呢就是 職場轉換有成就 這個變換想法業績 未來你會發現自己呢 在想法上面的這個職場上面呢 如果你是想要轉換跑道的 或者是說你的做法 在工作上的做法有一些改變 你會發現業績也跟著變好了 所以在職場上呢 就算你是換了跑道或是換了方向 有一些新的計畫 你都會發現很有成就感 尤其是在工作的表現上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全的C選項的 現場有甄莉還有篤玲哥 選到這個選項 耍把鬥人開心 脫胎換骨的指數是100分 好恐怖喔 在哪一方面脫胎換骨呢就是 驅除衰運 財神降臨有財運 有財運 所以你可能投資失利啊 或者是說遇到不好的事情啊 這個不是只有財運方面 可是生活上面大大小小 有一些煩人的事情 或是倒霉的事情 過去呢都一直熔造在你身邊 現在你會發現 這個衰運已經遠離了 而且財神降臨 不管做什麼投資理財啦 或者說做一些財運上的規劃 都會有財神眷顧你 會讓你財運大發 好接下來看一下選擇 第一選項 街頭藝人現場有黃老師 選到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你 脫胎換骨的指數是90分 在哪一方面呢就是要 斬斷爛桃花外形美麗 有自信 好脫胎換骨的就是代表著這個 未來呢你會發現 本來這個身邊有一些爛桃花的糾纏 未來你也可以斬斷這些爛桃花 只保留對你好的這個好桃花 人緣桃花等等的 然後會讓你的外型呢增加更多的美麗 跟更多的有自信 會讓你在各方面呢工作啦 或是說人際關係的表現上 都會越來越有出色的成就 給大家參考